好 还记得22年震惊全球的LUNA加密货币雪崩事件吗 被认为是元凶的南韩区块链公司创办人全道亨 经过10个月的逃亡之后 24号这一天在欧洲被逮捕了 而蒙特内戈罗的警方宣称 已经拘提了他这个国际通缉犯全道亨 他当时试图使用伪造的护照飞往杜拜而被拘留 而全道亨涉嫌在加密货币计划中 诈欺投资人规模高达数十亿美元 而美国司法部以及证券管理委员会 都已经依照诈欺罪起诉的全道亨 南韩警方比对指纹之后 已经证实被捕的人就是他 正在申请引渡让他回到南韩来受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